嗨 大家好 我是林野婷老師 你想要隨時收到 最流行的資訊嗎 還想要隨時知道 變美的訊息嗎 趕快訂閱 女人我最大YouTube頻道 記得趕快訂閱喔 如果你對女腿 相當的有自信 今年秋冬 你要怎麼展現呢 請看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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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沒有很想跟她聊天 有喔 結果她回去又懷孕了 為什麼穿這麼多會懷孕 很正 而且她原變4比3 她變好窄 為什麼 她本來穿簡簡單單的胖 然後穿這麼多反而瘦 對 其實到了秋冬 就是我們遮遮掩掩的 一個很好的季節 因為妳單品越多 越好轉移大家的視線 所以其實這有時候是一種錯覺 很多人都想說 我比較胖 我原身 那我不要穿格子 格子可能會放大 但是我覺得 今年如果你是腿細的 然後要展現你的美腿的 你可以穿這樣子的 就是這種威爾斯親王的格子 格紋然後的套裝 套裝然後露你的美腿 而且今年像這樣子 長版就是過臀的一個西裝外套 加上短褲或短裙 這種這樣子的一個look 是非常非常多選擇性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格子 在今年就是早秋的流行當中 是滿必備的 其實我們大家的衣櫃 可能從春天就開始流行 對不對 可是搭配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春天那時候可能流行的 這種格子單品 到今年像我幫她搭配 是有點 對 但是又帶點這種 維多利亞的女孩味 對 所以譬如說 像她這個西裝外套 這邊有徽章 徽章的感覺 就有一點Bling Bling 所以再來 雖然是格子 但是裡面搭配了一件 維多利亞風格的襯衫 對 所以在千萬不要扣起來 外套 西裝外套看起來很有個性 對 然後裡面穿比較舒服的那種 對 然後它的 因為我們希望它是變很修長 又很窄的 所以就不希望它是扣起來的 OK 對 然後你就可以有一點打開 你只看到襯衫的這個重點 就會以為那是她身體的全部 對 這麼瘦 對 這麼瘦 對 然後再來 我現在幫它露出來的是 它最細的地方 OK 就幾乎 你這樣看上去 你不會想像這樣子的腿的腰 是31腰 對 妳出來了 對 但是 妳不覺得它的腿真的很美嗎 然後 所以我就把它的一個重點 譬如說 它可以選這樣子 三層的這種蛋糕裙擺 然後 所以大家會一直注意它的腿 它走起路來 它就一直在那邊律動 所以大家就會一直看它的腿 因為你看這三條線的視線 對不對 然後再來它的小腿 你看一個很成熟的高跟鞋 可是我幫它搭配要學院風 今年很流行這種蕾絲風格的短襪 我覺得也是大家在配這種 初秋的時候 你穿不了整雙的長襪的時候 一個小短襪就可以把夏天的鞋子 變成秋天 所以我剛剛講 好 聊到流行 就是像 灰色 格子 格子 很像 對 你看這一件也是一個褲裙 妳幫我拿一下 這也是一個褲裙 你看短裙 是不是很像以前 我們的學院風的那種姿勢的感覺 只是它背面就是短褲 正面就是褲子 所以妳不給妹穿這樣子的短褲 對 然後妳反而挑戰 因為它這邊比較寬 對 所以這邊肉肉的女生要穿膨 對 沒有 是因為這一件上衣可以完全遮住 對 然後 所以我會不讓妹穿這一款是 太理所當然了 她太常穿這樣的褲子 OK 所以反而是讓她挑戰比較 新鮮感一點的這樣子的裙子 蛋糕裙子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妳說我是想要嘗試今年的格子 然後我覺得像這樣子的格子 這個就很像小芸的風 對 對 就是這種很像學院風 就是兩片 這種也是可以看起來 減齡又減瘦的 裡面那件膚色的一定要穿嗎 就妳也可以穿這樣的襯衫 妳也可以穿這種高領 對 就是今年很流行高領 對 妳就會說我臉很大 但妳不用擔心 妳就像欣美一樣戴項鏈 戴項鏈 把項鏈戴在外面 因為膚色的有一個優點 就是如果是黑色 可能臉會很大 膚色就跟我們膚色一樣 妳就很像每一穿 其實妳是有穿的 所以它不會顯得妳臉大 明白 對 然後還有像這樣子的背心裙 那這裡面要穿嗎 也是穿這樣的襯衫 或這樣的高領 很復古 對 所以其實初秋 大家想說要買一些新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預算 花在這種流行的重點上 還有她的感覺 謝謝 我會想拒絕 我可以買一些新的東西 很新的東西 三個月 感谢观看